聯合國IPCC 特別市井說 把溫室效應 控制在安全範圍之下的話 2050年必須達到 我們應該想要思考的是 我們不要火力發電 不要燃煤 我們要找替代能源 過去的時候呢 好多人都說 工業城市是高雄的宿命 我們有沒有可能 把高雄的特色發揮出來 我們就把宿命當成我們的使命 推動屬於高雄特色的輕能發展 我們要超過台北的話 我們要跟上全球的這個腳步 跟上全球的潮流 我們要超前部署 請市長呢可以成立這個 2050年碳中和 跟輕人推動委員會 好謝謝主席 市長跟所有市府團隊 我想上前一陣日子 在花蓮發生了太魯閣號的事件 當然這樣的災難是 全台灣人不願意看見 令人傷痛的災難 但是我很遺憾的是看到 早上居然有國民黨議員 把這樣的災難 拿來到高雄 如果高雄發生這樣的災難 市長要不要負責下台 我想這樣的言論 這樣的言耻呢 基本上是等於是 詛咒高雄 把高雄人的生命 拿來當做政治鬥爭的工具 我認為我們議員 在議事廳 執行監督 做各項發言 雖然有言論免責權 但是呢 我們的發言 具有社會的公益的意義 必須要留點口的 不要把高雄人的生命 踐踏腳底下 這樣的詛咒 其實傷害高雄人 我想這樣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展現 議會在監督市政府的施政 應該嚴格監督沒有錯 而且要就事論事 找出問題的核心 才是監督之道 空污的議題也是 高雄位處台灣的南台灣 本來我們的地理環境上面 我們必須要承擔了 來自於境外的污染源 來自於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等等的問題 空污的問題 所有人 部分黨派都一樣關心 但是我請 國民黨議員在監督的時候 請提出具體的建設事項 這樣才是一個議會 議員監督應該負責任的展現 監督這項空污的議題 千萬不是一個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發言模式 而且改善空污 也不是一個 犧牲產業的方法 應該是用新科技 來解決空污 帶動新的產值 所以接下來跟市長做救教 我們要從全球的趨勢 全球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都知道說聯合國IPCC 特別示警說 如果人類 要在這個世紀 把溫室效應 控制在安全範圍之下的話 2050年以前必須達到零碳排 所以說巴黎氣候協定 特別接諸了 也呼籲了全球共同目標 叫做2050年碳中和 訂做全球目標 也因此 所以各國開始採取行動 包括了這個美國 加拿大 中國 日本 韓國等等國家 都採取具體的行動 訂出了目標 芬蘭呢 訂出了2035年 之前達到碳中和 奧地利冰島 訂了2040年 歐盟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日本 韓國 南非紐西蘭 訂了2050年 而台灣 訂了是2050年 之前達到碳排放減半 中國呢 則是訂了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我們的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活動的時候 特別說 我們台灣 無法迴避2050年碳中和這個議題 我們才有辦法 跟上國際的腳步 被國際社會所認可 這是我們副總統說的話 除了各國政府紛紛在討論這種空污的問題 怎麼樣使用再生能源問題的時候 我們全世界各國的重大產業 也都紛紛響應R100的行列 未來的生產的過程當中 希望是朝向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 包括了我們的蘋果供應鏈 他們承諾要在2030年以前 對供應鏈產品實現百分之百的碳中和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也宣示了2050年之前 要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這些都是全球的重大企業 他們都響應了R100的行列 所以說其實我們應該想想的是 我們不要火力發電 不要燃煤 我們要找替代能源 現在台灣很重力發展的是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也是總統的政策 他們希望在2025年達到20%的比例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第三種選項呢 其實有 國際呢 每一個重要的國家 都開始在討論氫能源這件事情 美國已經很接觸了他們這個氫能源發展路線 要在2050年 氫能可以達到7500億美元的產值 德國接觸了2040年 這電解濾氫要達到10GW 中國韓國都紛紛發表路線 我們寧靜的日本 跟台灣關係最好的日本 他們金義偉首相 也宣布了2050年達成碳中和 要投入2兆日圓 民間募資240兆日圓 全力推動氫能的發展 這是全世界先進國家在做的事情 台灣的科技實力 產業實力都不亞於這些國家 我們是台灣之光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應該面對這件事情 菅義偉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了 菅義偉首相 將去拜會 拜訪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他們其中討論的議題裡面呢 就是要討論這個 氣候變遷跟 潔淨能源氫能源的議題 這是他們要討論的事項 我們都知道氫的來源 不外乎就是工業的餘氫 或者電解氫產生的氫 進行各項的運用 包括什麼運用呢 有投入電力市場 投入燃料機車 燃料汽車 燃料的電動巴士 或者是工業用 生活使用 這些都是全新科技 全新能源 全新的展現 全世界的趨勢 我們看一下高雄跟台北 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們高雄要怎麼比贏台北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用跟台北比 高雄的營利事業銷售 以去年現在公布的資料 到第三季累積來說 有將近八千億 其中工業 就超過一半 四千多億 這是高雄的產業特色 台北呢 是金融保險服務業 相關的產業為主的城市 高雄跟台北不一樣 過去的時候呢 好多人都說工業城市 是高雄的宿命 我們有沒有可能 把高雄的特色發揮出來 我們就把宿命當成我們的使命 推動屬於高雄特色的輕能發展 我們應該打造一座 另一座護國神山 能源的護國神山 我們用這種全新的能源科技 改善空污 提升新的產值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屬於高雄獨有的特色 國發會曾經有做過一個研究報告裡面 去分析 也只有高雄有這樣的條件 來做這件事情 不過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當時可能氣氛實際還不夠成熟 不過全球局勢改變了 日本首相也換了 美國總統也換了 全世界的產業佈局形勢也改變了 這是台灣的契機 而且重要的是 這是高雄獨有的契機 所以我具體 跟這個市長建議 我們要超過台北的話 我們要跟上全球的腳步 跟上全球的潮流 我們要超前部署 彎道超車 請市長可以成立這個 2050年碳中和跟輕人推動委員會 而且具體實行呢 我希望在接下來高雄幾個重大活動裡面 包括國慶煙火 包括我們明年台灣燈會 甚至明年台灣設計展 都有一些輕人的展示區 我們展現決心給全世界看說 我們台灣也有這樣的技術跟實力 可以發展輕人員 當作踢彈人員 讓台灣的這種空污議題 在高雄頻頻被攻擊的議題裡面 可以找出一個新的出路 只有高雄是有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來做回答 市長請答覆 議長謝謝林議員的指教 清能其實跟我們所謂的在做電池 作為一個儲能的一個方式 從綠電端到儲能端 然後到交通載具的使用 它是要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也涉及到像氫氣的桶子 或者是怎麼樣加氫氣的一些設備 所以這個必須在整個國家能源政策的架構下 來做考量 所以我第一個 我會先請我們的空氣污染防治會議裡面 那我們來探討有沒有更多元性的 其他國家發展的一個經驗 像日本的鳳田汽車 或者是美國的其他的產業用的 氫能相關的使用 那我也請併到綠電小組來做一個 林副市長綠線上來做一個評估 看怎麼樣在哪一些的場域 也許我們的經驗跟日本會比較不一樣 譬如說在工業生產的循環經濟裡面的綠能的使用 或者是在交通的載具 我知道有一些機車開始在使用 那在公車的這個部分 或者在汽車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研究再跟林議員報告 好 謝謝市長 我們其實未來高雄很好的契機是 大林普千村之後 可能未來就這個材料循環園區 甚至都可以思考說 未來把輕能產業當... 好 謝謝自宏議員諮詢 but...